大家好 我是王卉琪 接下来呢 跟大家呢 分享也记录我关于健康饮食的第三个部分 也就是呢 在做了这个饮食的时候呢 有几个点让我自己觉得还蛮神奇的 对我个人而言蛮神奇的 那第一个呢 其实我最早发现的呢 就是呢 我每天都吃得很饱 因为我说过了 我很害怕自己饥饿 所以呢 我呢 因为呢 在怕下一次的点心或正三之前呢 自己会有饥饿感 因为这个诉求呢 必须要让你自己的身体呢 不感到饥饿嘛 那就不需要储别够多的能量嘛 所以为了不让自己有饥饿的机会啊 所以我一定会让自己吃到很饱 甚至有一点点沉 但是呢 就是呢 每天这样子吃 大概呢 在第二天跟第三天的时候 其实呢 我就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 那就是我每天吃这么饱 也就是我吃的东西的量呢 除了时间点的分配跟种类 跟以前不一样之外呢 我其实是吃的比以前还要饱 还要多 但是呢 我的体重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反而荡了下来 以前呢 不管我怎么运动 它都是文风不动 那呢 就是呢 在这样的饮食之下呢 我的体重啊 既然啊 突不止荡下来 还突破了我之前怎么运动 都突破不了的那个临界点 这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身体的地方 就是呢 我吃饱饱 但反而更瘦 那第二个点呢 就是呢 嗯 或许有人呢 可以体会 我们这种呢 不能没有米饭的 这种人的心情 也就是呢 我呢 可以没有菜没有肉 但是呢 我不能没有饭 而且我必须要吃很大量的饭的那种人 那有一天呢 我一样呢 中午的时候呢 为自己呢 弄了一碗米饭 那等到我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 而且我已经很饱了 我就是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呢 我发现啊 我碗里的米饭啊 竟然啊 还剩了三分之一以上 这个当下啊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我一边吃 并没有作与太多 等到我真的吃完吃饱的时候 我发现 蛤 我竟然还剩下白饭呢 所以这历史性的一刻啊 我马上拿相机把它拍下来 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太神奇了 我既然会吃到剩下白饭 真的是让我自己都很震惊 所以呢 我发现啊 这样的饮食啊 真的是突破了我 就是以往以来的思维 认为呢 我这个人呢 就是没有米饭不行的 那也就是因为有了 这样子的一次经验 所以在后来的这两天 也就是第四天跟第五天啊 其实我中餐的时候呢 就把米饭拿掉了 那第四餐完全没吃米饭 确实是有一点点饥饿感 但也还好 那第五天跟第六天 因为今天是第六天的下午了嘛 我完全没有吃米饭 那我发现其实是还蛮OK的 所以这个就是呢 第二个让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呢 我竟然呢 会有白饭吃不完的时候 那接下来第三个再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呢 我今天早上呢 发现呢 自己的头发呢 变得比较油亮 就是以前啊 我虽然是油性发质 但是呢 洗完头发的隔天啊 头发啊 就算有擦腹发油 但是头发还是会觉得相对之下呢 会比较干涩 但今天一早起来啊 其实我昨天的腹发油啊 用的量还比以前少了一点 那结果我今天早上起来 发现我的头发很滑顺 而且啊 我自己感觉啊 它似乎啊 有那么的比较乌黑 油亮一点 这是我第三个 还蛮觉得 就是这个饮食竟然会让我自己 有这样子的改变 还蛮觉得蛮奇特的点 那另外呢 就是这次的饮食啊 其实就是让我又发现了一个 我自己不知道的点 其实我本身是家庭主妇 所以呢 而且我是喜欢料理的人 也就是我呢 是会 为家人做料理的那种人 我基本上呢 我们是不太会外食的 除了现在懒惰让自己假日外食之外 那我礼拜一到礼拜五呢 我是一定会准备晚餐 然后还给老公带便当的 那种生活心态的 那可是我之前啊 自己在家的时候 一个人的时候啊 因为之前呢 会为自己做料理 那是因为很有兴趣 那在接下来呢 是因为呢 自己对其他方面 比如说阅读啊 或者是其他出去走路啊 这种反而比较感兴趣的 所以对自己的吃食啊 就是呢 只要不饿着就好了 那种甚至有时候肚子有一点点饿 还会让自己再忍一下这样子的那种呢 所以呢 其实我常常会 就是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 就让自己随便吃一吃 那我发现呢 要跟着这个饮食计划呢 那我就必须要为自己 好好的去上市场采买 然后为自己呢 在定点的时间呢 就好好的料理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发现啊 我又重拾了那种料理的热忱 而且我发现呢 为自己好好的煮饭 为自己好好的吃饭啊 这件事情啊 它带给了我一个 很不一样的感受 跟我以前很热爱料理的时候的感受 还蛮不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在这次的料理热情里面啊 我啊 因为这个热情啊 是用在自己身上 所以呢 我发现啊 这个热情呢 它温暖了我 所以呢 这就是我这一次这样执行 五六天下来啊 对这个健康管理啊 一个很特别的感受的几个点 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了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